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妖精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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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妖精言词要去看牙齿 9点半 也九點半 九點十五要出發 所以這個先跟大家 講幾句話 這次走到 湖州到上海 做法會啊 每一天都帶大家讀感應片 有時間 就講了一下這個 細文 就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以後我是想 我們每一次做三十七年 都依應光大師這個 指導 把這個感應片讀一遍 因為我們做法會 三十七年每一時都要 念一遍懺悔記 懺悔記的第一句就是 往昔所造諸二葉 皆由無死貪生痴 從生於欲之所生 今對佛前求懺悔 一時念一遍 那麼念完了 這個是不是就是懺悔呢 實在講 既沒有懺也沒有悔 為什麼呢 因為 不知道什麼叫諸二葉 往昔所造諸二葉 那什麼是諸二葉 那麼 皆由無死貪生痴 知道吧 我們是有貪生痴 實在講 我們對貪生痴 我們還是 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知道自己有這個煩惱 但是也沒有 進一步的去體會 從生於欲之所生 從我們身體 還有眼裡 我們的意念思想 所產生的 這些諸二葉 所以我們現在念是念了 念了之後 我們也 大家也覺得 有念完 我在佛前懺悔 那實際上 這只是一個形式 是一個形式 就是說 我在佛前發願 我要懺悔 這是二葉我都要改過來 那麼 這個是在佛前一個花怨 但是實際上 有沒有在生活上 去把它改正過來 這個就不知道 我們也 不會再去 進一步 去探討這個問題 那這樣這個懺悔 實在講 就得不到真實的公平利益 得不到效果 那麼懺悔 如果業障清淨 我們人會得變 你自己感受得非常清純 你身心第一個現象 會感到清安 煩惱清 就智會長 煩惱會減輕 身心 不會很沉重 沒有壓力 第一個 這個是 十一個善心手的清安 清安是善的心手 這是最初步的現象 那如果我們每一天感到 煩惱很多 心情很沉重 壓力很大 這個業障很重 它這個惡性循環一直這樣下去 好像那個病很嚴重 沒有趕快治療 那就越來越嚴重 到最後就治病 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要懂得怎麼來修理 那麼 這個感應篇 我最近讀了有一點點心 一點點 讀了感應篇 我們才知道 是非善惡的一個標準 不然我們往往 什麼是是 什麼是非 是非三個標準 也不清楚 不明白 往往在這個 造作惡業 我們也不知道 自己在造惡業 自己也不知道 惡業 越來越多 越來越重 那麼英皇祖師為什麼提上感應篇呢 因為 淺顯 雅俗共産 你有讀書的人也可以 一般 只是認識個字的 這些老菩薩也可以 他講的淺顯 而且講這個因果發生 就是講我們這個 現前 我們周邊 你每一天看的報紙 新聞 自己周圍發生的這些人事物 你仔細 把感應篇來對上觀察 那麼 你就很清楚 很明瞭 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 我們 我舉出一個 我舉出一個 就是 感應篇 感應篇講 如果 造惡業 小則奪算 大則奪盡 算就是一百天的壽命 這個小的罪過 扣掉一百天的壽命 大的罪過 扣掉十二年的罪 叫一季 所以這次我到上海去做三十訓練 每一天 跟他們 帶他們 念感應篇 還跟他們講解 那法會做完 就帶他們到上海城隍廟 城隍廟有一個大算盤 在哪裡 不如人算 我說那個算盤是什麼 感應篇人 小則奪算 那個豬算 算盤 算就是 加減乘除 做好是加 做壞是扣掉 加減乘除 既功過國 所以我就帶他們去 我說大家都在唱戀鬼記 我說如果 我沒有帶大家讀感應篇 每一時做菜訓練 練一練 你知道什麼是 豬二月嗎 不知道 豬二月就是 那篇後面講的 豬二章 列出來的一百七十條 那個就叫豬二月 那你沒有讀這個 你練那個 三十七列 你怎麼知道 什麼叫豬二月 練完了 我們還是一樣在造 豬二月 自己也不知道 那二暴現前 又怪佛法不靈 罪過有更重 所以你看 順檢則貧好 多逢幽幻 多逢幽幻 那現在我們先來講一講 我們是多逢幽幻 還是多逢法喜 他說 欣物是什麼 憂慮 煩惱 患就是災快 奎貨 集休福福 這個叫患 那麼我們現在呢 我們自己回頭啦 我每一天過的日子 我的心情很快樂嗎 很快樂就沒有憂慮啦 還是有很多煩惱 很多憂慮 很多操心的事情 飯是災飯 多逢憂飯 我們如果現在呢 多逢憂飯 我們就要趕快反省檢討 我們哪些地方做錯了 要趕快趕過來 這個憂慌就解除了 所以多逢憂慌 你很多憂慮煩惱的事情一直跟著來 一直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後面改那篇講 比如說 取歸憂之財 則如肉骨救機 鎮酒止渴啊 歸不占寶石一吉之啊 那 取歸憂之財 不但不能受用啊 而且有災難跟著來 則有水火盜賊 水災火災 來啦 碰到啦 強盜小偷 偷你的財物 騙你的財物 盜賊 遇到什麼監光黨啦 被騙啦 被偷啦 被搶啦 或者其他方法 給你這個財物拿走啦 那麼 不然就是有口食官司 打官司 口食 不然就生病 疾病 這個就是說 取歸憂之財 就是以自己家裡的妻子啊 去抵藏這個 怎麼抵藏呢 死傷 就是死 這個怎麼 小孩子怎麼死掉了 生的病死掉了 像一鏡一風一樣啊 生了九個兒女啊 死了七個 一個失蹤 剩下一個女兒 這個叫死傷 若不死傷 則有水火盜賊 遺亡去物 不然就是疾病口食 生病 那麼這個 我們這些事情啊 回過頭來啊 甜甜 我們自己身心愛愛 有沒有這件事情 這個很重要的 那這個感力篇 如果讀了三百遍 讀諸千遍奇異之前 讀到你有一點心得啊 你看到周邊的事情 你會感覺 預見清楚啊 發生了 報紙一報 什麼事情 一發生 你就知道 它是 問題出在哪裡 那麼 那個吉凶霍弧 我們看到那個是果報 那個果報有陰啊 果報有陰啊 前兩天那個 兩個警察是攔截一個大貨車 然後被另外一個疲勞駕駛的撞上去 那世間人他懂嗎 知道這個很悲慘 發生這個事情是好的果報還是不好 不好 不好的果那前面有不好的因 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因果 那感力篇講的前顯 所以 我看 我現在 讀了感力篇啊 帶大家讀啦 我也是跟大家依重靠重 也是偷大家的福 為了要帶大家 所以我自己要讀 不然我也是很懈怠的啊 這個人 所以這個 我看了之後啊 就觸目驚心的 吉凶佛弧 就在一念之間 那個司機說三秒鐘 撞死三個人 他說我說明以下三秒鐘 但是 有這個打這個盾的人 我想不只他一個啊 是不是啊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時間點 他創造性啊 那如果差個三秒鐘 不就過了嗎 他提前三秒鐘 往後三秒鐘 不就過了嗎 為什麼剛好發生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這個當中啊 感力篇給你們講得很清楚 沒有偶然發生的事情 都會因果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明白這個因果 還有疾病口舌注視 或者重病傳染病 為什麼有這個病 這是因果啊 你看啊 後面講疾病口舌注視 那我們有做了什麼不如法的事情 那就是我們會有這些災難出現 所以我們這個都是從這個地方來修正 那感力篇講的淺顯 我們比較容易提會 因為道家他講到英國 人道跟鬼神道 他沒有講到三惡道 比較淺顯 那麼佛法講得比較深 講到三惡道去 講到逗地獄 逗地獄 大家 大家不 沒看到啊 不相信啊 所以我們感力篇可以跟無量壽間那個 33品到37品啊 你去跟他對照起來 那就很圓滿 那無量壽間33到37 佛也在這個經講啊 佛當時講這個六道輪迴啊 朝二月多上一道 當時就有很多人不相信啊 所以為無有事 為無有事就是說 沒那個事情 現在這不相信的人可多了 但是佛說 給你講三惡道你不相信 但是給你講 現前你看到的 且智見知 霍父哭子 霍子哭父 兄弟夫婦更相哭泣 一死一生疊相互戀 憂愛解腐無有解食 思想恩好不理情意 不能深思俗盡 專精寫道 那這個佛就講了 你說三惡道你沒看到 但是現在你看到的 你太相信了吧 霍父哭子有沒有 白頭髮送黑頭髮的有沒有 有啊 霍子哭父 而你哭父母死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啊 兄弟夫婦更相哭泣 一死一生疊相互戀 那麼在武藥壽經學講啊 感柳患是當被病殃 死身不得視眾見知 這感應片講的一樣不一樣 霍於壽終路三惡道 那你現在看到我們現前是花暴 壽終是三惡道 那開花後面的結果 火暴再三惡道 所以陰光祖書提上這個是有他的道理 我現在越想越有道理 先比較從淺顯的給你引入深入的 那你看到這個你就相信有三惡道了 所以這個我們大家都讀壽 讀了有心得 大家要有耐心讀壽 對大家到有幫助 那麼我們人生在這個世間啊 我們也不要求什麼大富大貴 我覺得啊 平安 身體健康就是人的幸福了 那麼我們要身心健康啊 吃什麼補品健康食品是一個補助 如果二月不斷 那吃鮮丹也沒有用 還是這樣死啊 所以那個列出來了 書二章170條 欲求長生者先兮必知 長生什麼 長生不老 到家就修長生不老 修身體健康 那麼我們一般人雖然沒有說到家修仙 那個長生不老 那個活了一萬歲以上 起碼說不然活得老一點 活得老也要身體健康耶 不然活得老 你病哈哈的躺在床上 那也是折磨 那也不是幸福啊 所以你要長壽 身體要健康 要健康要修感應片 這個是我們比較求的不是說太高的 身心健康 身心安樂 這樣就是幸福自在 那麼這個都是可以得到的 只要照這個感應片 全天讀送 我們來體會 不斷地改過 我們就會越來越好 前途啊 就一片光明 好 那麼就給大家讀一遍 大家一定務必要有耐心 大家現在讀了沒有法學 就是你還沒有心得 有心得啊 你就會很喜歡讀 那麼我自己啊 也是讀了有一點心得 我才會去帶大家讀 讀我自己沒有心得 我也不會帶大家讀 大家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一切還是從自己做起 因為要看牙齒 所以就不能跟大家讀 這個後面還有十分鐘給大家讀送 祝大家不會掙扎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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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